为了要宣示我国在台飞重叠经济海域的权益 海巡署跟国防部9号在距离菲律宾、崖米岛37海里处 进行了一场名为太湖专案的演训 而其中,很少在媒体前露出的海巡署特勤队 也是全副武装操演于船遭到挟持的救援任务 展示海上反恐能量 状况魔力海巡署接到渔业电台通知 画面上之骚渔船遭人夹持 海巡署海上巡防总局马上吊派 正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巡物7号前往救援 巡物7号追上之骚渔船后立刻挡下 并要求船上人员停船受捡 不过强匪不但不愿受捡 还用刀夹持人质带到船头示威 所有赶到的海巡署100顿级舰艇 也带着海巡署特勤队前来支援 并对渔船喷水示警 抢匪被水柱驱离到船头和船尾 特勤队员趁此机会跳上渔船制服歹徒 海巡署特勤队迅速控制状况 解除渔船遭夹持危机 虽然画面上看起来很顺利 事实上却是危机四伏 在我们到达现场时 第一时间要克服的就是恶劣的海巷 有的时候两船高度的差 可能差到三到五公尺 那我们如何迅速快速的登船 那第二项就是在我们登船的时候 加害者的状况是不是已经达到 所谓的疯狂接近新神丧失的一个地步 除了靠着我们平时有效的训练之外 说真的第一时间 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 跟我们自己的安全是放在背后的 很少在镜头前曝光的海巡署特勤队员 这次难得公开展示战绩 尤其近年来我国渔船多次遭到海盗 或外籍渔工夹持 特勤队员保护渔民安全的责任 也格外重大 记者张志宗张志佳张国良高雄报道 感谢观看